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古时候,天下女子都有一个梦想,那就是当上皇后,母离天下,不仅仅享受一生的荣华富贵,而且还受万事尊敬,刘芳先古。 在最近的一些宫廷剧中,后宫妃子们的手段,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,生动在现封建时代里,女人们对权力的向往。 今天,小编就跟大家说一说,一个不靠手段上位的史上最奇葩的妃子。 看过隋唐英雄传的朋友们都知道,隋朝乃是二。 是而王,这悲惨的王朝命运与残暴的隋阳帝阳广的所作所为脱不开关系。 此人心胸狭隘,好色好久,残害忠良和手足兄弟。 甚至为了夺得皇位,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隋文帝阳间,可谓是无恶不作的暴徒。 阳广宫中的美人甚多,她连自己的妹妹也不放过,都纳入了自己的后宫。 然而,在后宫之中,有一位宣华夫人的经历更是离奇。 宣华夫人,原来是前朝臣家的公主,隋文帝阳间统一中原,灭。 以,尽管宣华夫人已经入宫,但是隋文帝并没有什么时间与她亲近。 这就给上位皇子的杨广,留下了巨大的机会。 杨广见宣华夫人长得标志,便三番五次地给她按送秋多,宣华夫人也是年轻气盛,两人就很快地悄悄地在一起了。 然而这件事情,却被隋文帝知道了,她很生气,甚至想要对付儿子杨广。 杨广干脆先下手围墙,逼迫隋文帝退位,甚至还害死了自己的亲爹,不管怎么说,杨广还是。 顺利上位成为新一代帝皇。 宣华夫人利用自己的美貌,惹得他们父子相残,让杨广当上皇帝,也算是间接毁掉了一个王朝。 在先皇尸骨未寒之时,杨广就光明正大的将宣华夫人,先帝的后妃那位自己的后妃。 这在当时是十分大逆不道的行为,可以说,这就是另一种乱伦。 但是,杨广是皇帝,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指责皇帝。 所以,就在这种荒唐的行径中,杨广自己活得滋滋润润的。 天道! 又轮回,宣华夫人没过多久就死了,杨广还挺伤心的。 后来与文化急反叛,隋扬帝阳广被迫自杀。 最后,李渊的士兵攻入皇宫,成功称帝,开启盛世大堂。 宣华夫人作为王国公主,不仅惹得父子相残,害死了隋文帝,也毁掉了一个王朝,真正是红颜祸水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